大家好 我是蓮余涵 歡迎來到安安大明星 這本書的概念就是 有點像是我們旅遊的時候 會拍很多照片 那以前都是用那個地鐵 然後一捲三十六這樣子 然後你拿去洗以後 它就會幫你裝訂成一個相冊 就小時候然後是會這樣翻的 所以這本書的概念就是很像 旅遊的相簿 所以是一個圖文書的概念 有一點是穿越時空 回到過去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高樓大廈 可是蓮塘湯這個地方它只有平房 所以你感覺很像穿越時空 回到好幾十年前的地方 然後但是它並不是一個拍片場景 它是真的有人生活在裡面的 只是那裡面的人很緩慢很緩慢 但是它們還是有在前進 只是它們保留了一切 老老的 然後舊舊的 但是很美好的東西 所以我就 非常喜歡蓮塘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覺得 以前看這個澡堂的東西 都很像是在 例如說神女少女啊 或是在一些 對就是你自己其實沒有去過 日式真正的澡堂 頂多去泡堂 可是澡堂又更生活化一點 那剛好在蓮塘這個地方 就有一間唯一的澡堂 然後是很老的 所以我就進去泡了 然後其實基本上也不太會用說話 沒有人在洗澡的時候 一直裸底跟人家講話 沒有這件事 然後因為就是怕太熱 所以我頭上也是 放一個那個 兩角膜嗎 不是就是一個毛巾 然後是沾涼水的 然後我就覺得 這就是動漫裡面的場景啊 就是小丸子啊 它不是頭上都會放那個嗎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然後我就覺得好療願 我覺得 泰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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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有 有多層次的味道 所以可能不是只有一個味道 那泰國的食物都是 酸加辣 酸加辣 沒有沒有辦法分開 然後我就覺得好喜歡 然後或是那個 有一個東西叫做 芒果糯米 我就想說芒果是水果 糯米是澱粉 那這兩個東西 怎麼會加在一起 結果我就一吃 天啊 它太好吃了 然後 因為我是一個 對芒果會過敏的人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說 難得來一次泰國 我還是要吃 所以我就一邊吃芒果 糯米 一邊吃過敏藥 哈哈哈 其實應該一直都有 只是以前可能會放在 網路上吧 曾經那無名小站也關了 哈哈哈 那無名小站 大家不是以前都其實很愛打文字 就是以前我覺得那個紀錄 其實就 在沒有那個無名小站出現之前 大家應該是寫在筆記本上面的 以前小時候會有一些厚厚的本子 然後很可愛 然後裡面就會寫一些東西嘛 然後那個東西 可能不一定會跟人家分享 所以你就是會寫一下 其實就是一個紀錄嘛 因為如果說我們整個人生 就是一趟旅程的話 那每一個片刻你想要留下來的東西 是什麼 就是我們整個生命的 這個 這個 活著 在這個地球的時光 就是會有 一直會flashback 每一個時期的會議嘛 那你就會想要寫點東西 或是 不管是拍照 或是寫一點東西留下來 我覺得那都是一個 這趟旅程的會議 我們謝謝戴天晴 謝謝你帶著我到處去旅遊 我就是很希望因為工作可以環遊世界 我相信我的角色可以幫我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也帶著我的角色 帶著我的工作 帶著我對這份工作的喜歡 就是一直好的循環下去 然後希望大家也可以 藉由角色 或是不管藉由書本 就是 看到世界更多美麗的風景 最期待這件事情 我希望2019年 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順順利利 然後身體健健康康的 然後 無論在什麼時候 都不要放棄希望 就是要活得開心 活在這個世界上 雖然很辛苦 但是 總歸來說 活在這個世界上是很美好的 要享受你的人生旅程